订阅和点赞 记得按一下哦 朋友们大家好 幸运姜依的姜依哦 今天呢 准备了姜依姜依和姜依小猴的 可以涂色的涂画哦 来用三种颜色的蜡笔 进行三色挑战哦 姜依准备了很多很多五颜六色的蜡笔哦 在选之前呢 姜依要先遮住眼睛 然后选出三种颜色 给姜依姜依和姜依小猴 来涂一下漂亮的颜色吧 好 先戴上眼罩 左右转两圈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从这里呢 选出三种颜色的蜡笔 来给姜依姜依和姜依小猴 涂上颜色吧 好 看一下姜依 抽到了哪些颜色的蜡笔呢 一 二 三 哦 哦 这是什么颜色呀 应该是棕色或者土黄色 第二个是 里面带有亮片的绿色蜡笔 最后一个蜡笔是 红颜色哦 好 那么 姜依就赶快来用它们 涂一下颜色了哦 哦 这个颜色不错哦 小猴子的毛呢 就是棕色的和土黄色差不多的 好 这样的话姜依小猴呢 来用棕色的蜡笔 涂一下她身上的毛吧 哦 这样看呢 姜依小孩真的很可爱呢 接下来脸要涂什么颜色呢 嗯 要是涂绿色的话 学生太奇怪了 哦 就涂这红色的吧 一只非常害羞的姜依小猴 哇 哦 这个朋友们看起来 没有那么奇怪哦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啊 接下来 眉毛 朋友们你们看 是不是非常可爱呢 感到非常害羞的姜依小猴 姜依小猴已经完成了 好 朋友们 要是呢 姜依姜依也用同样的三种颜色的话 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姜依重新挑选一下颜色吧 这样的话呢 姜依选出了三种颜色了 看一下挑了哪些颜色呢 好 来确认一下吧 一 二 三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吧 这是什么颜色呢 上面没写呀 看起来有点像紫色呀 这次姜依又抽到了红色的蜡笔了 下一个 这是什么颜色呢 好像是蓝色的蜡笔哦 好 那就来用姜依抽到的这三种颜色 给姜依姜依 出上漂亮的颜色吧 这样的话呢 姜依姜依和姜依小猴 完成 好 他们的眼珠呢 姜依刚才没有涂哦 原因呢 姜依现在就来告诉大家吧 那需要用的道具呢 就是一把小刀了 朋友们使用道具的时候呢 一定要非常小心哦 记得一定要和大人一起使用哦 姜依呢 要稍微的划开眼眶周围哦 好 这样的话呢 朋友们仔细看这里 像这样划开了一点空隙了哦 接下来还要准备一个东西 就是 咱咱 像这样 需要一个白色的长纸条 把纸条塞进 将一刚刚划出的这个小缝隙里面 像这样塞进去 好 接下来 这边也是一样 好 这样弄好以后呢 姜依再在纸条上 给它画一对眼珠 然后呢 拉动纸条的话 感觉左右来回 眼睛在左右来回的动哦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吧 姜依呢 来画一下眼珠 点一个小点点 朋友们 是不是很可爱呢 下面姜依呢 左右拉动这张纸条的话呢 更好笑哦 朋友们看好了 哦 在看旁边呢 左边 右边 姜依姜依呢 我们来给它画一个大大的眼珠 哇 好像这样 姜依呢 给它画了一个大大的眼珠哦 好 接下来 把姜依姜依和姜依小猴裁开吧 这样的话呢 姜依姜依和姜依小猴 两张图片都完成了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让它们的眼珠动起来吧 跑跑啊 往这边跑啊 还是不懒 假装晕过去 下回下机你吧 姜依小猴晕倒了 朋友们是不是很有趣呢 哦 姜依好像正在找我呢 她是不是知道我偷吃了她的巧克力呢 逃跑吧 还是跟她说实话承认呢 说实话她会原谅我吗 不行 要是说实话的话 姜依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还是逃跑吧 哦 朋友们怎么样呢 可以像这样用纸条来改变他们的表情哦 是不是很有趣呢 呀哈